刚才讲了菩提心 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我并没有说 佛法你必须要浩瀚如海 但是我有一个很真诚的建议 就是你必须要去掌握它修行的根本 譬如在座有三四位的灵友 我会尽量在相关的地方回答 刚才就第一个问题说 佛教对人生的看法如何 我刚才回答了 一来人间就是学佛法 第二就是来行菩萨道 这是从佛教的眼光来看 你一样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理由 读万诀书行万语路 但是当你了解以后 你就会更清楚 第二个 学佛只是要知道死去哪里吗 错 我不知道有些人有事 昨天没有来 这位师姐你听佛法的时候 要听完整 师父有时候讲十个重点 你不能说我只有喜欢三个就挑三个 其他七个就当作平定道 讲生从何来死从何去 是要让你知道生命更深层的意义 我没有说只要告诉你死去哪里 生命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啊 那生跟死就像河流一样 上游 有到中游 有到下游 当你知道了生死这意义以后 你现在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会更有第一 所以佛教没有说只讲死 佛教讲啊 生老病死 这个解决他究竟的现象 至于第三个问题 人来到人间要做什么 他要看你的愿心 有人当艺术家 有人当哲学家 有人当老师 任何一行业 你举着要补体心 都可以帮助众生 其他问题 我还有一个要说的 要建议 鼓励我们佛教主 我小时候也是常教导 可是当我学习佛法到东南洋 甚至到全世界去的时候 我发觉佛教徒很喜欢讲 很不愿意去做 听好 也不要认为做了就对 做了不一定对 你要先去思维 佛讲八正道 正见第一啊 你要听闻佛法去思维 举一个例子 我看到欧洲 基督教的天主教 非常的兴盛 教堂非常的多 我们物馆很多 台湾也是如此 台湾为什么基督教 天主教给人家接受 我观察 各位不要生气 我们做个佛教徒 我们就要有勇气 接受人家 批评我们 才会求进步 第一个 基督教的天主教的 第一个 先带医院 比如台北北边淡水 马尖医院 就是基督教 天主教盖的 先带医院 救人啊 来人间有很多事情要做 人间第一个最大的苦难 生老病死 病是最痛苦的 没有一个人希望生病 有慢性病 还有忧郁症 还有癌症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佛教出了一个 四季功德会 但我告诉你 基督教 君主教 全世界更多的医院 所以不是盖医院 就是佛法 要有菩提心 你盖医院 才是菩萨道 回教也开医院啊 全世界哪个地方没有盖医院呢 政府 高分门也开啊 Hospital 你不要认为盖医院就是佛法 不是 你要有菩提心 为了利益众生 解决众生的苦难 你盖医院 可以给清函奖奖学金 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也得过 基督教的清函奖奖学金 我从小都是第一名毕业的 我们家有一段的说 很苦很苦 是基督教 天主教 多奖学金给我的 我真的很感恩 不认识我没有姻缘 你坐在这里 当我现在能做得到的时候 不管是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只要我看得到 我做得到 比如说各位知道的 联合国世界展望会 他一年就八百万的众生了 你是你想象得到吗 所以我们佛教会有时候 真的要反省 我们都说我们拜官是因普桑 其实我们的信量也很小 说要做也不愿意去做 对不对 第一个 他开医院就能 第二盖学校 教育众生给清函奖学金 第三个 他才开教堂传道 所以基督教 天主教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非常欢迎 也就是说 六道众生里面 以人道 人天善法来讲 他们是做得很好 那台湾像一贯道跟天道 你说布施 发放米 发放衣服 一贯道跟天道 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反观我们佛教徒呢 有时候我们佛教徒很喜欢讲很高的理论 讲慈悲也是一个嘴皮 讲讲而已 对不对 你不要说什么就我们商业经社来讲 我们的干部也是这样 有一种 有三种 第一种是表底统医 师父叫他做 他就做 他就很认真做 师父在跟不在 他很认真 为什么 因为他人生很苦 这是给我修苦修慧的机会 我真的尽心地利利做 做不到就很干部讨论 跟师父报告 第二种是什么呢 做给我看的 哦 师父要了 第一 秘秘撒 撒完了以后呢 等师父走 I'm sorry 我完了 It's your turn 换你做 他就走了 第三种呢 是呢 请他做 Sorry I said that 开party的时候 我吵声的 师父我第一个报名 是啊 有好的东西 全部是第一个 可是真的要排班做免费义工 做他家里有Family Gallery 所以叫他来发心打扫一下 他说要印Holiday 太多的信徒 我都看得很清楚 其实我内心很清楚 我觉得他只要愿意学习佛法 愿意改变自己 我都会给他机会 请你写下来 愿意学佛法 愿意改变自己 我都会给他机会 为了什么 因为你在生生世世的轮回里面呢 不是一下那么容易改变 就像昨天这样 为利益众生 愿成佛 接下来 你为了利他 你要愿意改变自己 你不要以为说 红包包很大 你就会跟师父很有缘 错了 跟别的法师可能有缘 很抱歉 跟新公司没有什么缘 因为我不吃这一套的 为什么大家在轮回里面 你都是还是繁忙很多 哪一种跟我有缘 我真的很希望假如各位不嫌弃以后 还有机会来这个国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请过 我还有一个人在加拿大 美国 巴西跟阿根底 很多人都请过佛法 我还没有排到 因为我自己有了我的文法计划 你愿意学佛法 我三天三夜都会为你讲佛法 不管你的身份是如何 你愿意改变自己 轮回很苦 我愿意改变自己 我就会帮助你 不管你是文物百官 文物贵族 饭福祖族 后面不是波罗咪师父也会讲 佛陀在世的时候 度文物百官 度王宫贵族 但是阿公阿婆没有钱的 很可怜的 他愿意学佛法 佛陀还愿意为他说佛法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佛教 他们有时候就不是这样的 生活化 人间化 最后就是世俗化 最后就商业化 最后就变质化 所以我们佛教徒 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 看看基督教 我刚才讲基督教这个例子 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他比 佛教才会兴盛 而不是 而是说我们佛法讲得很深奥 做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佛教徒 是比非佛教徒更不慈悲的 尤其是在利益冲突的时候 好 请看下面五十九页 方无敌心请菩萨道 那这六度波罗密呢 请看第五十九页 第十四行 虽然这是简介 但是有很多重要关键词 我还没有讲完 它是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 无量的访问当中 发菩提心是具体修行的方法 那发了菩提心以后 你就应该继续去做 我们讲了 心愿行 你相信的发愿 你应该去做 就在这菩萨道当中 事件 过去 现在 未来的诸佛 修什么而成佛呢 答案是六度波罗密 地藏菩萨 因地也修六度波罗密 阿弥陀佛 因地是法藏底丘 也修六度波罗密 大悲观世音菩萨 也修六度波罗密 所以过去 现在未来的诸佛 都是修这六度波罗密而成佛 乃至于五十六亿 七千万年以后 离了不少来人间 还是讲六度波罗密 因为它是 佛教人 共同的修实方法 就像在大学里 今天有个人要问我 师父 浩瀚无法的佛经 我是要读一不经 还是读很多经 答案要看阶段 大学里面 一年级二年级 我不知道德国大学 师父去东南亚 新加坡 台湾有些 要先学数学 历史 语言 科学 数学 你要 悲息跟 knowledge 第二年级 你才能够学习 人类的智慧 到了三年级 四年级 你可以选科系 专攻一个 比如说你想学 社会员 你想学法律 你想要做老师 你就会有分科系 同样佛法 假如你专攻 一部经 其实你只是 节节圆等 其他根本也都不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假如你每天只在shopping mall 每天都逛逛逛逛逛 每天呢 我常常讲 Dharma shopping in the Dharma center 在国家不同的道场这样跑 刚开始跑两三年是可以 你有权利去认识不同的国务馆 跟不同学校 但你永远都不能这样跑啊 你应该选定一个科系 选定一个道场 选定一个法门 先专精 人的生命体力涌现 后面会讲到精进波罗蜜 专精 Focus and concentration 这样修上去 你这一生才会有结果 对不对 所以请看 大乘菩萨道 在介绍这六度波罗蜜之前 我要介绍三个菩萨 因为这三个菩萨 都代表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请看 第一个 慈悲心 Unerversal compassion 大悲观之音菩萨 第二个 智慧心 Ultimate wisdom 代表大智隆书势力菩萨 愿恨心 叫Great love and endless action 代表的是大恨福显光菩萨 这个是出自于华严经的架构 请看 这是台湾 尊贵的应顺法师所建的 为了很多的 诸家众生 杰人才 福言佛学院 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 这是台湾以云钢石骨而调的 中间释迦牟尼佛 右边闻书 左边谱贤 特别的是 他是宽谦法师的父亲 杨英峰居士 一生所调的 最多年等 就在台湾 福言佛学院 华严会上佛菩萨 第二个 讲到香港大雨山 宝莲禅禅世 是以波仁经额指标的 中间释迦牟尼佛 右边是帝氏天 帝氏天其实是道教的玉皇大帝 其实他也是佛弟子 而且专攻波仁波罗密 他非常的有智慧 左边是大范天皇 所以这是以波仁经额雕 所以大殿雕像一舍而雕 也会说明出他修行的宗派 以及经论的一句 第三个就是华严三圣 这是商业精神 是木雕的 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到了唐超的时候 传统上 释迦牟尼佛 右边我们昨天讲的是燃灯佛 左边是弥勒菩萨 叫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 昨天有看过 可是从印度佛教传到中国 长话广说 到了唐朝的时候 因为中国人医药很发达 可是反过来说 中国人改朝换代战争 杀生也很多 所以中国人病痛很多 所以中国人习惯 比较吃苦越补越大洞 因此在东方无量的世界里面 要吃货就在唐朝 就登登登登 就排上 排上第一名 所以在唐朝以后 右边才有药师佛 西方有无量的净土 在无量的净土 谁的愿力最广大呢 阿弥陀佛 这就成为唐朝以后 叫大乘三宝佛 中间是加弥勒菩萨佛 右边药师佛 左边阿弥陀佛 那成功的时候 佛都是一样功德庄严 是透过他的手势 或者他所拿的东西 来判断他是哪一尊 接下来再看 古台山文书是离菩萨 接下来 各位有机会的话 浙江省佛陀山 有一个普祭寺 元通宝殿 是全中国大陆最高的 两三个都能这么高 目标的毗卢观音 右边是善才童子 左边是龙女菩萨 善才出自于华元经 左边龙女菩萨 出自于法华经 一直传到道教 就变成子竹林观音 其实就是跟这个 一样的图案 那毗卢观音是非常庄严 我读过很多书 佛陀山我还没有去过 接下来再看 俄给万言寺 普贤皇菩萨 刚才短片有看过 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下令用三千两黄金 用铜而 镀金而雕的 所以这三个菩萨 代表大臭的佛法 接下来各位有机会 若去看三西省崇善是 由右到左 第一个是千波文书 文书菩萨也有一千只手 中间是千寿观音 左边是普贤菩萨 这个代表华元经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可以假想为一座山 五十三的第一餐 右边是文书菩萨 二十三 五十三除以二 等于是二十七 三的最高峰 代表大悲心 所以它中间是大悲文义菩萨 五十三餐是代表 普贤菩萨 请看个别的照片 千臂千波万书施力 它是每一只文书菩萨的手 里面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有个光中化佛 代表文书菩萨是千佛的老师 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 在过去无量节行菩萨道 他也拜过文书施力菩萨做老师 接下来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这个大家就并不陌生 对不起我要讲快一点 不然我今天进度讲过吧 我想可以的话 我们还讲到不需不容易 我有很多故事想跟各位分享 第三 普贤王菩萨 这代表一针法界 很特别的 这三针佛像 在日本轰炸中国大陆的时候 中日战争的时候 炸弹丢到大殿 却没有爆炸 所以这一针大殿 从明朝到现在的三针佛像 一直保留下来 其他大殿全部的战争都被烧掉了 所以从此这个地方 香火就鼎盛 佛菩萨都不可思议 威神力 三针冬子到了第27餐 就是穿大悲观世音菩萨 代表诸佛如来大悲心 请看第一针佛菩萨 慈悲反盘 诸佛如来 把分音心为本体 这是台湾高雄南部一个寺庙 背后是用东黄造型 注意看 观世音菩萨是留骨子的 代表三十二大张铺像 中国是在明大以后 观世音菩萨才化为女身像 代表寻生救苦 代表观世音菩萨像妈妈一样 而且女生哭也是很多 前面是铜流经的 有时候有叼十六个手臂 有时候叼十八个手臂 这个是十六个手臂的准提菩萨 也是观音的化身 接下来 这是大乘跟东密结合的 圣十一面观音 我念大悲心咒的时候 就是观像这一张很像的 所以你要选一张你自己身欢喜心 佛已经刚经讲如来所不像 但依众生的愿心为显现 所以应该观像 所以佛像不但是让你拜他供养之外 他还要做观像用 你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很可爱啊 叫小松鼠 对不对 右脚这样踩着 左脚这样 抠一下 看看罐子里面有没有 我们常常忘记了 慈悲是一切众生的本质 再看一下 这是德国的小女生 上网查到 她有个poppy 狗 我们众生都有慈悲的本质 可是我们都是选择性的 我喜欢的才对她有慈悲 我不喜欢的 我就当做不知道 这叫选择性的慈悲 我们是有时间攻坚限制的 再看一下一张更可爱 一切众生都有慈悲的互动 我查过 这是德国的小男生 很旧的照片 你看 她两个人带狗 狗很渴 可是那个饮水机是很高的 小男生站起来 让狗爬上去啊 我们常常忽略 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全球呢 为了利益 为了政治的斗争 卖了武器 我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 所以其实人类是万物之灵 但是人类所有动物里面最残忍的 因为人类会可以破坏一切 但是我们常常呢 在利益冲突的时候 我们都失去了我们的慈悲的心 跟时类的本质 接下来再看 韩国的水月观音 这是韩国国宝 后面是月亮 下面是水 大海 代表千江有水 千江月 空性的大卫观世音菩萨 你看观世音菩萨身上 那是神功力都很大 只是他是一个圣者 一辈一辈一辈 礼拜的话 会升起功德 接下来看 这是商业精神 木雕的 来自四川 成都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而且一般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 刚刚那时候我教禅座 所以我们就找到座的 上面的头代表花眼镜实地 那当时2004年12月21号 那天是我们开光日 在前几个月佛像搬进来的时候呢 也是有我们台湾跟东南亚 所有联余供养 那一个我做了一生 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梦 弘扬多瓦的第一众生 但是这种秘密就没有跟你讲了 接下来看新加坡 一样是佛亚寺 东壁的造型六臂如一轮观音 六臂代表六个手臂代表度六道众生 其中有一个手是空的代表空性 然后后面用西弹字 由中国的丝绸而赐波仁心经 所以你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很有普遍 新加坡是东南亚 李光耀总理非常骄傲 而且还自如的说 他要建立为东南亚的瑞士 他们整个国家都建设得很好 新加坡南团 北传张传的佛法也非常的兴盛 这赞叹叫六臂如一轮观音 接下来看五台山冬季下雪 听说德国下雪冬天也是很冷的 到了五台山你会看到五方文书殿 文书施利菩萨 那在传统上五方佛的壁画有五种颜色 代表五方佛中间是橘黄色的 所以各位在国外也有到广论 广论就是宗科巴大师 也就是文书施利菩萨的化身 在西藏佛叫红白黄花里面 它属于黄教 那五方佛代表五方文书 对不起五方文书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东边是蓝色聪明文书 南边是黄色智慧文书 西台狮子红文书 北台独构文书 中台独桐文书 它是白色 但是外面是无法反白 是白色用黑的 明天我会给各位看五台山的短片 你可以看到五台山跟峨眉山不一样 刚才我给你看峨眉山是佛教跟道教 还有儒教的人 现在事实上是佛教跟道教修行的圣地 可是到五台山你会看到 它是四大名山里 显教跟密教显密圆容的圣地 原因是五台山有很多西藏的仁波切 跟拉玛在那边修行 五台山它有欧 你看看这边 请看看这边 千壁千窝 曼书实力 菩萨 曼书实力就是文书实力菩萨 它也有一切实地跟牵手管理一样 那它也有拿灵跟楚 代表智慧方便 那五台山带我里有五方文书 事实上我当时拍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广角镜头 它应该是五尊 那我拍只能拍到三尊 事实上它是五尊 接下来你看 小朋友很可爱 如同文书 你看文书实力菩萨每天看什么 看大波尔经 我们每天看什么 看寡戏跟电视剧 差处在那 圣灵跟我们反复一样是 生存的时间是一样的 可是你看 古统文书 昼夜都在读金棍 接下来 古方文书榜 全部都是文书菩萨 它是古尊造像 非常的庄严 接下来 这是五台山最庄严的 叫书像文书 那书像文书 我今天就没办法讲故事 传说这个脸是用面粉做的 我看我还是讲了 像是那样的时候 就是 全部台山都是文书实力菩萨 那各种文书菩萨呢 都被雕吻了 那到了在明朝的时候呢 有一个雕工被委托 要雕文书菩萨 那他就想 文书菩萨你雕的照相全都这样 那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他是一个雕工师 有一天他就每天想文书菩萨 每天想文书菩萨 有一天呢他在那厨房里呢 捏面条 改面这样 他在这改面 突然文书菩萨出现了 哇 万德中也记着金色是 他看到了就用面粉这样 抓抓抓抓抓抓 就把文书菩萨的里面 造型 这样模型就做好了 就就雕了这张 凶像式的文书 就全部台山最庄严的 这张是师傅拍的 然后呢 他的道具没有很大 可是非常庄严 那接下来就有两个版本 对不起啊 因为 以学术来讲呢 有时候你们听的 unbelievable 接下来就说 他用这个面粉 就直接放在文书菩萨的脸 从明朝到现在 还没有融化过 文书菩萨的架势 那所有的呢 都是用上等的 檀香木雕的 第二个版本说的就是 他用这个做模型 然后挑了 雕的木雕呢 就栩栩如生 然后呢 跟文书菩萨 整个一模一样 然后呢 头部就圆满了 这两个版本 你自己做参考 所以这是全乌台山最庄严的 书相似的文书 好 这是清凉博士所著的大显通寺 清凉博士跟传说是文书菩萨 和普贤菩萨亲自来的 为中国华严经做了书抄做注解 他就住在这里 好 那在后面有一个文书店 很特别的提醒你 香港人曾经出了好几百万台币 对不对台币 把全部店重新涂金 涂三层黄金 供养文书实力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有一个尊 曾经开口说过话的文书实力菩萨 看背后 背后呢 是显结千佛 可是中间这尊呢 是全乌台山 显动是最庄严的 因为显教有拜 藏教的拉玛仁伯且都会来这里提醒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尊文书菩萨曾经亲自讲过话 所以佛法是用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想用你真正羞耻的话 接下来 古台山 五方文书 这张汉卡 是尼泊化的 是用金粉化的 好不容易 是我买到 现在正在我的房间 好 五方文书 中间是菊王圣 文书就是 Om Aravajanadi 代表智慧第一 好 那藏传佛教还有白文书 八道菩萨里面 有黄文书 水佛菩萨呢 都可以显现不同颜色 答案是颜色是空性的 最后在藏传佛教 印度有个中萨佛学院 这里培养出很多伟大的人才 康布 跟全世界的文法仁波切 比方说 现在各位知道 有个叫中萨金者仁波切 他就是在这个佛学院 教书出来的 那大殿 两层楼这么高 用铜流金的 然后呢 填满了所有的宝石 所以你可以看到 西藏人 藏传佛教 对三宝是非常前进的 那可能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会问 我知道你们脑筋想想 师父 花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把钱拿去救别人 错 你这样讲 还是你对佛法还不了解 供佛有供佛的功德 不是上供一切诸佛 不是下化一切六道众生 都有他的功德 你不要讲说 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去做其他 错 你这样的想法不对 当他有前进性的时候 供佛菩萨 宝观世音菩萨 就会升起功德 比方说你念佛满品 若有一人 对大悲观世音菩萨 虔诚功近礼拜 就胜过六十二亿 恒河沙菩萨的功德 这就是释迦奉陵佛说的 所以你不要怀疑 说佛弟子对于佛所讲的话 不要怀疑 你可以讨论 可以辩论 但是你要去挑战佛教的圣元量 接下来 加入七位到北京 雍河宫 藏传佛教 康熙雍正乾隆 三大士 他也是佛教的大护法 也是帝王 但是他故事是皇教的中科巴大师 这是两城楼同流经的 然后呢 中科巴大师就是文书实力 博弥菩萨化身 好 这是接下来第三个介绍 普贤菩萨怨恨第一 这是俄眉山的普贤菩萨 刚才在电影里面 各位看过方块 2006年十方普贤菩萨开光 代表十方法界 那俄眉山的普贤菩萨非常的壮观 如果各位有机会到中国的时候 不要忘了去朝四大门山 那这是台湾的大华严寺 三世的普贤菩萨 这是木雕的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 代表佛一念当中都可以了解众生 过去现在未来的功德 跟所有的信念 接下来再看中国大陆杭州灵影寺 新建的华严三圣殿 这就是普贤菩萨 你看到他的造型就是中国人的造型 走在千叶莲花的大宝台上 普贤王菩萨带宝观 接下来到了中国唐朝唐蜜 以及传到日本的东地 普贤菩萨的造型就是非常的多彩多姿 colorful 而且他今天拿着零根处 上面还有种子字 你看他的大象造型也是不一样 就是唐蜜 唐朝时代 接下来日本的国宝 就叫做大帝六变中的玉宝莲花的普贤菩萨 意思是说菩萨当他在经过所有佛国土的时候 是大帝六变震动 可是这里的震动不可以解释为地震 那要吓死人 不是我们这样的 而是说佛菩萨他来的时候 他的功德力以及说法震动 现在当地所有主持人的身心 叫大帝六变震动 接下来藏传佛教金刚萨朵菩萨 就是中国普贤菩萨的西藏佛教的化身 好 所以希望各位记得文书普贤观音 这山西崇善式 是依华严经的善才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 第二十七参跟五十三参和化的结构 所以在大写公司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雕像 右边供文书 中间供观音 左边供普贤 这个只有在中国大陆里 很可惜的是 连台湾也没有 东南亚很少人这样过 我读过很多佛教历史跟佛教美术 后来才知道说它是出自于华严经的结构 好 现在请看 华严三圣 这是桑叶经社会 行菩萨道 刚才说文书普贤观音是三大菩萨道 那因此我们桑叶经社 供华严三圣也供牵手观音 牵手代表能力 牵眼代表智慧 我常说笑话 佛教的影图像演练是会依众生需要 你可以看到印度 中国 东南亚 一直到现在我也看到 像传到德国佛教呢 也是会改变的 那 其实现在都要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古文是这样八般五义啊 样样精通 我觉得现在的观音菩萨应该再加两个 一个就是computer 一个就是mobile phone 它是能读现它的众生嘛 对不对 好 我们发愿为力众生愿成佛 接下来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请看第六十页上面 我鼓励我的干部六度波罗蜜 应该学商业精神的第一个 学习关怀与奉献 在六十页最上面的地方 小小的字 learning care and contribution 你不要想看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师父 从在家去是一直学习佛法 学了二十多年而写的 是希望说佛教有时候 你要度的众生是佛教徒 可是你在欧洲 你就会遇到很多非佛教徒 或其他宗教徒 而你应该把握的是什么 修行的关键 就像一棵树 你可以问东边的叶子 跟西边的叶子 有没有不同 上面的叶子 跟下面的叶子 有没有不同 都可以问 但是你忘了 你要抓到树的树根 那我讲的学习 关怀跟奉献 希望给各位一点建议 在公司行号也可以用 在佛教徒也可以用 在非佛教徒也可以用 你说大宗教徒怎么样 你就是要不断的学习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不愿意学习 第二学习可能你很聪明 可是有时候你会很自私 你要学着打开你的心 也打开你的门 我常常说用很多佛教徒 我观察他修得很好 很固执 门是开的 心是关的 其实你不太关怀你中招的众生 你要遇到去关怀一个众生 所以有一个联友问说 学佛是不是也应该帮助提升生活的品质 答案对 可是很多人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抓到佛教修行的关键 因为我会讲布施波罗比 第一个佛教最大让人家误会的就是要钱 这个不是佛来未来的意思 因为你自己连布施波罗比呢 你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当你把握着学习关怀奉献的时候 你一定会改变生活的品质 可是品质是如何 那要牵涉到每一个人的要求跟程度不一样 所以你要懂得去关怀你周遭的人 去关怀比如说在德国 德国的华人你是不是也同时关心 德国人 越南人 还有西方人 还有其他种族的人 不然你嘴巴讲慈悲慈悲 其实你心里是很自私的 第三个就是奉献 那常常想我们来人间这一招 除了你家里一切和好 衣食无缺平安的 你想想看佛教徒 佛法有什么奉献 对众生有什么奉献 对正法有什么奉献 所以我觉得在座每一个佛教徒啊 名都很重要 希望德国的佛教徒团结 看到很多人呢 很多的佛教团体 当然有很多团体 没有错 为什么很多团体 举一个例子 德国绝对不会只有一间University 德国有柏林大学 汉堡大学 对不对 布兰美大学 还有呢 法兰特务大学 每一个城市都有大学 为什么 每个大学都有它自己特别的功能 有些大学在理工特别好 有些大学在艺术非常好 有些大学在人文非常好 但你不要忘了 世间的大学都会相互交给我 相互研讨 相互分享 相互努力 以此类推 那你看看我们佛教徒呢 全不愿意 师父讲到都很真心 因为我看过很多个国家 今年我来德国是第23 22个国家 之前我去过法国法里 21 我出家去了20个家 我会觉得很多佛教团体都有它的特色 但是佛教徒都不愿意团结 为什么 动不动地讲我们理念不同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都是佛界的圣弟子 不管南传北传藏传 我们都佛弟子 应该可以交流吧 第二个 在交流讨备的当中 最后呢 就会说利益冲突 以后就不合作了 可是你看世间的大学都会相互交流 所以你看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美国的 英国的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都快上超过好几百年了 五六百年 甚至到七八百年的历史 为什么 太太都出人才啊 那我们佛教团 是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你会去开始 学习的 关怀跟奉献 从你周章旁边开始 你才真正是一个行菩萨道佛弟 第二个 作为干部很辛苦 所以我鼓励要 怨心 责任 义务与功德 可能有人就会跟我讲 师父我不要看功德 没错 你不看功德 你的功德更大 可是 你做一个干部 要有怨心 这个怨心 不可以解释为耻辱 不可以 那你不要 执着是误解的 所以你要有怨心 责任 而且佛教 佛教图有很多 他应该尽的义务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很惭愧 师父出了家 今天我出家 第24年 我以前当小学老师 我自己有工作 我出了家以后 也是受十方众生供养过 对 一个例子 我在我师父坐下 是托老和尚的佛教 当我到圆光佛学院的时候 教书的是 是托服务院长的佛教 当我考进中华佛研所 我是托圣人法师的佛教 当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是得到法谷山留学奖学金 一半和我出国的 那有很多信 我会好奇过 师父那你另外一半功德就是谁呢 主要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我出国留学的时候 都说过台湾 在家出家 直接见见 所有的联友 都无所求 无条件的护士我 所以我很感恩啊 对不对 所以 我要弘扬国法 利益众生的义务啊 跟责任啊 对不对 这个不是做给谁看 所以 好 现在再看下一个 请问猜猜我是谁 看这是哪一只佛菩萨 刚才介绍了这么多佛菩萨 很聪明啊 四名观音 因为他有四个手臂 很有趣的是 这张图子 还放在哪里呢 台北火车站的捷运 标题是 师父加上去 你也可以做菩萨 当然在这个观音片里面呢 他是介绍说 我们要支持 因为呢 关心 艾滋病 艾滋病啊 请全世界的人 年轻人 父母 师长 同事朋友 来关心艾滋病 好 当然 注意听 我这里 不是要讲艾滋病 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佛教徒啊 常常呢 门是打开 心是关着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以利益众生 包含孤儿院 养老院 育幼院 单亲家庭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很多 可是待会后面会给各位看 放生的短片 假如今天或是明天吧 慢慢来 佛教徒很讲究要放生 放生是佛说的 可是呢 我们却不愿意呢 去救人 我们常常计较 我今天放了多少的动物 这不是佛原来的本意 所以这个标题是告诉你 你也可以做佛善 好 接下来 请看 好 在讲六度波罗蜜之前 刚才了解了文书 虎弦跟观音 接下来 你来了解三个力量 都很重要 请操下来 我想要留意给你们操 你们睡 打个睡 你要有这三个力量 你才有能力 去行六度波罗蜜 第一个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第二个 The power of Dharma I would say Th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法力 第三 The power of yourself 这里的yourself the power of your daily practice 这波中三倍 波中三倍 波中三倍是泛文 泛成中国话 叫定中见佛 我们今天不拜 有座佛教徒 多多少少 你都会拜佛陀佛陀 拜释迦牟尼佛 与佛法会 你碰到困难 你可能会拜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菩萨 佛有佛的力量 所以有佛力加持 所以你要发愿求佛加持 第二个 法的力量 The power of Dharma I would say Th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法文是有力量 是经典 有念经 都没有念经 它的力量 转变是不一样的 Th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是透过禅修 而启发你自信法的力量 所以叫圆三昧力 这里的三昧就是大乘禅地 所以直观很重要 你要每天学静坐 我深呼吸 抱歉 今年2012年 德国的文法 我没办法教你产作 以后吧 如果有机会 因为佛法有很多 讲不完 六度波罗比的 第五度 禅定波罗比 我会介绍一点 其实禅修 也是可以介绍三天的 第三个 就是The power of your daily practice 就是你这个人要有善根 你看 有时候你看到小朋友 他到庙里来 他都会拜佛 对不对 他是有善根的 你现在看很惭愧地说 师父呢 20岁我才听到佛法 20岁以前 我虽然是个很好的人 但我也是无理无睹的 对不对 那请问 你几十年遇到佛法呢 有些人他很小都遇到佛法 是他过去是修来的 所以他要有善根 那这里的善根 是指自己的信愿型 好 再来看佛力 你要得到佛力加持 常常要念佛 念咒 所以大床佛法跟金刚成 没有一个人不念佛 跟念咒的 就像我刚才举例 上一场休息之前 说新加坡的年龄 Darren 他的妈妈 求关系佛上 三天之内 他儿子就回来了 这就是佛力加持啊 你无法用他的科学解释啊 四年多不见 不管生跟死啊 他说回来就回来了 你也不能说这是 英文叫巧合 怎么说 巧合 你讲的是 你讲的是 你讲的是欧文 宽恶 不是 这不是巧合 天体上没有巧合的事 我跟你说 有因必有缘 因缘无 第二个就是 你每天要静坐 只满五分钟 十分钟 禅定 六度波罗尼 我也观察到 德国的佛教徒 你不失识戒 忍入金睛 不失识戒 忍入金睛 都还不错 各位是很有善根的 不管你在哪个佛教团 你修不修会 可是各位的禅定 跟波尔波罗尼 比较差 你们的心很乖 我看看你们的心很乖 对不对 所以要慢慢练习静坐 第三个就是呢 你要常常忏悟业障 读诵大乘经典 你可以读 华严经 法华经 普门品 金刚经 阿弥陀经 波尔经 古量臭经 都可以 但是你每天读经 才叫 深入金藏 智慧如法 好 先讲 布施波罗蜜 对不起 我知道各位很准事 可以师父再十分钟吗 讲个段落 好吧 把你们讲 喜欢听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讲到标题呀 不知道我们这样想 我看到人的脸了 好 请看六十一页 布施波罗蜜 这六个波罗蜜呢 是对峙我们六倍烦恼 布施是对峙我们坚贪的心 吝啬的心 有三倍 请看半分片 财师 法师 无畏施 财师是大富大贵的火爆 第二 无畏施 就是得到健康长寿的火爆 三 法布施 是聪明智慧的火爆 举一个例子 财师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人 有众生非佛教徒 在演唱会慈善晚会 或募款晚会 向美国的歌星 一捐就好几百万 他不是佛教徒 但是他还是按照 因缘火爆 所以他非常有福报 所以财师 像台湾有很多的大法 比如说以前的暴发富 土地呢 在一直生殖的时候 突然呢 他一卖就变大富大贵 问题呢 你卖不到 为什么你爆不出来 你没有福报 第二个无畏师 最有名的是谁呢 最具体的例子就是 医生和护士 我是讲好的医生和护士 他救人 所以无畏护士 所以医生护士 都会得到健康长寿 第三个法师 是什么 世出世间的老师 不管是跟中文学校的老师 或是各式各样的老师 当学生遇到了困难 你都教他知识 给他生命很多的建议 这样子 这个得到聪明智慧 所以聪明的老师 不一定很有钱 有钱的人 不一定就很有智慧 也有很笨的 所以 这三种故事 要看你众神的因 那佛陀呢 是这三种故事都圆满 第一个 他心量枉大 第二 他发广大的愿力 第三 他事情来了就做 事情做完了就放下 不执着 不执着 不执着这个主题很深 我在第六度 波尔波鲁密还会讲 到这里请你先听到这里 接下来 财师 请看 第一个 故事之后 不可以后悔 很多人有到佛罗里面 要做功德 本来呢 看一看 算一算 今天遇佛法 看看呢 戴福林前 完了 就布施200欧元 结果布施出来 早知道 我布施100就好了 不可以 你要想清楚 布施之前要想 你依你的能力 佛陀说 布施之后 若后悔 功德会简单 那有人就 一听到布施 布罗密我看 就说 佛教啊 都是要钱 其实有很多灵友 在东南有的我讲说 师父啊 学佛 是有钱人的师父 我说谁说的 所以你看嘛 庙里面都要钱 点能也要钱 做功德也要钱 超度也要钱 我说 那你谁看到他有点像 我问他 为什么要布施 他就一一乌乌乌 讲不出来 布施就是要对峙你 吝啬的心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要 客家人呢 最干擦啦 所以我自己是客家人 我没有全部 之前老师讲 关于很吝啬的 为什么 因为客家人呢 白手紧张 一切呢 都是自己得来的 他觉得我很不愿 得来 我为什么要给你 可是越不愿意布施的 是越没有福报 好 那注意听 佛陀说布施也没有 将你全部都钱拿出来 在新加坡文化 曾经有好几个居士 给我写说 师父 经济这么不景气 你一直到 有很多法师 都说要做工的 那故事都故事光的 闹会的 家里会不会呢 完全没钱 我说 这个问题很显有趣 好 专心听 我现在用一把欧元给你 比率 佛陀说 你的财富要分四分 在阿安基里面 第一 当生活费 就是照顾你的家人 养育你 照顾你的爸爸妈妈 跟孩子 这是你的责任 四分之一 你拿着去做生意 做正当的生意 不要伤害众生 所谓什么叫正当的生意呢 比方说你做家具 你就没有伤害众生 若是你卖鱼或杀生 那你将来病毒就很多 做不要伤害众生的生意 第三个要做紧急用 因为家里都会发生意外 灾难 你有四分之一保留 还有一份 四分之一 拿去救济贫穷的人 你可以累积功德 换句话 假如你一把欧元的话 世上佛陀只要你不失 二十五欧元就可以了 其他七十五欧元 你应该照顾家 做你的生意 而且你要做保留紧急用 这是在杂阿汉经讲 再看 在大乘本身心地关机 长者叫愿闻长者 这个都在讲义里 你专心听 要抄就抄 没关系 我们有全程录影 听懂比较重要 有一个叫愿闻长者 佛告诉他 他就把它分为四分 第一个 长求 我直接把它翻译好了 就是第一个 养家佑 第二个 然后呢 供给家里紧急的需要 第三个呢 他不是给孤独跟贫穷的老人 修复吧 第四 来往的宾客或中庆里面 若有困难 他也会把四分之一的财户 拨出来 帮助别人 接下来在大宝基金 善顺菩萨会里面 佛曾经举财师跟法师 两个不一样 佛就说 波斯尼王 古印度佛陀 他有八个国王 都是他的大物法 也就是 其实八个国王 以现在来讲 就是八个求战 其中 波斯尼王是佛的护法 他供养佛陀的到 他发愿呢 只要复国强兵 因为他希望我们家 兴盛 所以他是财师 他是上顺菩萨 他是透过持戒 布施救度众生 他是法师 这是两个不同的国报 安爱才说 财师就是财师 就是大夫大慧 法师是聪明智慧 后来佛陀为波斯尼王说佛法 说国王啊 重视你有财富啊 有一天你也会卧视的 你这些金银珠宝都 没办法带走 你应该趁你有福报的时候 发愿呢 分 一份供养三宝 顾持正法 因为佛教会人才 第二份呢 供养你国家所有的人民 第三份 你要供养你贫穷的人 他说贫穷的人 也是慈悲的福田 像些乞丐啊 贫穷啊 homeless 无家可归的人 第四份呢 你要留起来 等国家有任何天灾人祸的时候啊 你可以运用 你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佛也叫他四份 那波斯密王听到佛啊 讲经说法 他非常欢喜 他说佛陀啊 真正不是很自私 不是叫他通通都供养到他三宝的地方 他感到佛陀的功德 所以他就发愿 愿啊 他在布施的时候 他就发了三个愿 一 愿得无上到无体 就是欧诺多罗三秒三无体 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二 愿一切众生都得到究竟安德 第三 愿一切的众生都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 波斯密王就这样发愿 发完愿以后呢 好 他就把财富分为 对 对不起 刚刚讲错 是分三份 不是四份 一份供养 释迦牟尼佛如来的世尊 跟比丘僧团 所有的僧众他的供养 护持三宝 培养正宝人才 第二份 他就护持给王舍者 我叫他这么做 他所居住的地方叫王舍者 就所有贫穷苦闹 无依无物 homeless 或是老人家 他都帮助他 而且照顾到他晚年而过世 第三 他留一份财物为国家用 这时候 五百大长者也在波斯密王旁边 听佛说法 也发无上欧诺多罗三秒三无体心 广修共养 所以这叫做财师 第二个法师 佛陀曾经为了这个寄送 审身为我 横洗行布施 横受清境界 勤修 精勤修上法 以至得圣法 也就是佛这个法布施 为了这个众生 他可以省他的生命的 那法布施里面呢 菩萨如何做到这样的功德呢 他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 佛法好大 深深适适学佛法 第二个佛法 菩萨呢 他对佛法讲的 深信力很强 他对正法有强烈的学习 深信 第三个 他对诸佛都非常的恭敬 跟互念 第四 菩萨心很宁静 他不会常常造口业 然后呢 不会去说是非八卦 他作而言不如其而行 菩萨都有据利益众生的功德 跟行动 好 我想时间到这里 然后明天故事菠萝蜜 等一下我给搅拌 那故事菠萝蜜我讲的一半 最后我想我先放个短片 只演过八分钟 给各位看 然后今天就云满 对不起 对不起啊 耽误一点时间 我们在故事里面讲无畏布施 就是要救度众生 那东南亚的佛教徒 都很喜欢讲放生 放生是佛说的 注意 我不会我是佛的圣地 佛的弟子 我想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而出家 我绝对不会跟他老人家抬杠 但是我要告诉你 现在的放生啊 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智慧的 我们现在的放生 就像观世音笔萨 你要救度众生 为什么我们要放生 想一想 佛说我过去杀身 得到短命跟多病的火爆 所以我们就要放生 可是问题是 我们现在自己将放动物 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是规定不可以放生的 因为环境 在马来西亚初一十五 佛教徒在上面放生 马来人在下面抓鱼的 佛陀曾经被人问过 说假如佛陀 我现在要救一个人 跟叫一个动物 只有二选一 我要先救谁 佛陀说你应该先救人 人有善根 人可以学习佛法 那动物我们可以念佛念咒 给他祝福 可是我发觉东南亚佛教徒呢 是因为我今天唱首 来打个电话 明天帮我抓五百条鱼 抓五百个鸟 你知道一抓一放 是死掉多少 所以在台北地铁捷运站 曾经我看过 人家写坦白 佛教的放选 就是间接的杀身了 我看到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学习佛法 都不愿意去抓住 佛教他真正讲慈悲的根本 我们都不当要救 全世界都要出局流浪狗的问题 台湾台北也要出局 第二个 我们要想 我们都会斤斤计较 我今天放了多少的鱼 多少的鸟 可是请问 孤儿院 养老院 育幼院 残障人院 贪心家庭 暴力家庭 为什么我们都不救呢 当然是 我们没有学 纯正的佛法 而且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会发学 给他衣服 面包 是应该的 可是你不断教育他 你没办法解决他 贫穷的问题 你没办法用佛法 帮助他 他生生世世还是会很苦 所以师父就有个怨心 建议各位请你做医疗护士 捐给全世界佛教跟非佛教的医疗团体 你也能为得到健康长寿 这部段片就是这样的缘起 他从八分钟到九分钟 请各位耐心看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佛经讲佛说护士经说 以抗调护士来到健康长寿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要注意 因缘同报 这是我的学生 我在2004年建的道场 到2010年 去了印度尼泊尔跟很多地方 做了一点宫德 第一 对尼泊尔的寺庙做广修供养 二 报答上师四川宫德山的宫德 请看 我们去尼泊尔 属于藏寿佛教的这个伴供业室 我们带着台湾的医药 为全部的寺庙 乃至于左右的邻居 为他做义者 我们有正式的医疗团体 第一目为他测血压 第二 为他咽尿 而且我 翻译告诉他尿不要喝下去 所以他要用念咽 第三 我们有藏文 中文跟英文的 问他的生病 因为很多拉玛是很保守 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讲自己生病 第四 我们有证实夺德的医生 为他看医疗 第五 药师发药 那我们要告诉他怎么用 而且要写藏文 中文跟英文 他不要用错 那 一个拉玛 我们至少要花半个小时 到最后 这最八十几岁的老拉玛 我们还供养他 Long Joe 就是卫生衣 跟卫皮靴 我们发现他生病 是因为没有保暖的衣服 没有袜子 所以他生病有没有原因的 因为小老妈 我们都带了一套衣服 供养他 那我们遇到很多寺庙 也供养他 跟Title Wars 这些都是来自于台湾 因为台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所以生病不会是单一的姻缘 第二个 我们当地呢 从台湾 有很多国小收集的 就是二手衣服 经过消毒分类 带到当地 那人太多了 之后我们把蓝盘拉起来 看起来有点像监狱 然后呢 每一个的进来 还要盖上一次 因为有些呢 进来以后太多掉了 又进来 我说 哎 你他们不是拿过了吧 第三 我们也访问当地的学校 一个小铅笔 一个小橡皮 都是代表我们真心的祝福 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 人生啊 那你们要好好利用 其实就像飘头一样 水风飘风飘风 第三个 我们到了我们的老师 藏传佛教的明秀仁佛切的村庄 一大清早 我们就在佛塔发愿 一顾人愿 全部出动 然后地点 就在佛切的寺庙 包含当地的西藏人 的喇嘛 一切我们都 那他们很早就在这边等我们的 我们有正式得得的一顾人员 透过藏文翻译 一魂讲解 一顾耳文翻译 然后从早我们一直看到了 每一个人都把洗手码 我们虽然身体很累 但心里却很欢喜 看一看 八十多岁的阿妮 是比丘妮 她的皮肤力已经五六年了 没有人关心过她 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拍了一个 夕阳旗下的护照 人生不是只有生多玩乐 你可以让你的生命 过得更有意义的 第三 第四个 我们到一个错立人波切的博学院 可是当时啊 因为我们与人交通 沟通有问题 她就说 就在山的那一边 天哪 我们开了半天 你看 对不对 终于到了 结果是开座寺庙 开座寺庙还是拍张留念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人波切 原来学佛坊修佛 修佛报跟学佛都是还是有障碍 回到原点 我打电话给人波切 人波切说 等我半个小时 然后我派一位拉玛 懂英文的来 本来预好一点 搞到三点半才到 终于快要天黑了 所有的拉玛全部排队 全部英国人员呢 全部冲动 先测量体温 小拉玛也在寺庙呢 这个打的时候呢 被皮肤 会 流血 然后我们西藏人 但他的胃肠也不好 是因为食物关系 然后我们为了小拉玛 清理伤口 然后 然后后来呢 邻居也跑来了 学生问我 师父那要不要看 我说要够吗 我说够 我说那当然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 那我们就关心吧 我们就从下午 一直讲做做做做做到晚上九点 我们都开始吃饭 最后 团体按照 吃一个简单的书面 我们就下山了 我们也拜访了 由台湾 跨域基金会 陈绿安在尼泊尖的毒药局 我们非常赞叹他 若遇到这个要开刀的话 我们就送他去医院 而拨美金直接给医院 所以 事实上 重车无量啊 师父想告诉你 我只是做超专营域而已 这个更让我更感动 叫 Long Bar Organization 它是一个人摸切 把尼泊尔丢在路上的孤儿 紧回来养他 我们从台湾 带了二手的衣服 全部供养他们 然后呢 当地的妇女 他们有一家很暴力 然后呢 仁波切把他找来 白天在这边做手工艺品 这些都是孤儿 因为你无法想象 这都是在路上捡来的孤儿 爸爸妈妈是谁 他都不知道 所以 这就是 Long Bar 和那些一些负责的人 叫 然后 这个人 就是 他从小在这里长大 最后他发愿了 在这里服务 这就是刚才讲 家庭暴力 妇女 把他找来 叫他手工艺品 所以当时我就请所有的学生 每一个人至少和他妈妈 一样东西鼓励他 虽然比外面贵一点 这是我在学货 这是我学生拍的 给那一点鼓励 是对他一身充满信心的 很温馨的 很温馨的 晚上我们看他做功课 然后 他们的卧室呢 都是非常的简陋的 大概也有一间 二十个电脑号 他们上升电脑客 最后我捐了一笔 非常非常大的美金 有台湾跟东南亚也有公养过的 这位年轻人只有他 又一口跟着说 师父我感谢你 可不可以唱吉他 给你 昌身古今 哪是修啊 第二个 报答四川共同山 我的老师共同佛佛 全国学院 我们都做一整衣服 我们在四川成都买 然后呢 台湾多广 一个人一个人都送他 那这位拉玛呢 那国姓骑摩托车 曾经呢 有过承证到 所以我们的医护人员 就在听他的病情 我们一个一个去关心他 那海拔三千多公尺 其实 他们有胃病 有皮肤病 有私人的病 这是第九十宫的 活活的试证 那国姓去年往生了 然后他们也会有肌肉症痛 答案是他们生病的时候 根本没有药 也不知道人家关心他 最后全体佛学院的股杂 第三个 响应大方法王 他的姐姐公开出育 目前白教全部都是素食 这是由台湾 香港 东南亚的人 用自己出钱去大会做义工 因为法王要整顿三宝 所以全部要脱锅 然后呢 所以台湾的理由 全部帮他们去煮素菜 最后 法王的姐姐鼓励东南亚人 供养什么呢 维他命 我们从美国 买最好的善臣维他命 走边是我们会长给招 代表师父 告诉他维他命怎么用 一天吃一颗 那一个拉玛给他三十颗 我师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 只是包专一 师父供养衣服 这些衣服 他们一生都穿最温暖的衣服 医生用心耳鼻 有很好的翻译 护士呢 耐心测量他们的血压 关怀他的病情 要是要训练当地的人 他们怎么用药 在学校里面 我们可以放放文具 最后法喜从满 我觉得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 希望各位也有不失目录 来介绎你的真心 不在乎你钱多少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好 道卫文是一菩萨 要是佛 都像无量的世界 都在帮助无量的众生 好 这个呢 我们已经上网了 有空你可以上网下载 非常短 只有8分钟到10分钟 好 掌声鼓励一下吧 谢谢 好 请开灯 今天的讲座 对不起 太多时间跟各位道歉 那我讲个段落 那现在我们只要念一句回向文就可以了 好 等一下 因为佛教我们的发愈 每一项是很重要 请翻开七十页 第十五行 好 好 我们合掌一起念 好 我代表好 一起念 我只补贤 书胜 书胜 我愿成立诸众生 树马 五亮 方 请不吝点赞 你